Oh my god 我淡了 現在戴通話了 不說話了 我淡了 我淡了 現在戴通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第一天不来台班床变了 大S全家被哄恶心 录影档曝光 这个老头子住着我们家翁晓飞血汗换来的这个房子里 对我们多大的侮辱还跟着表演 你恶心了 你当妈的 你把你女儿害死了 你懂吗 你说是跟翁晓飞分手才跟这个大光头联系的吗 别演戏了 别让我把这些事情都戳穿 汪晓飞21号因为赡养飞问题 凯斯大S 开窗你个窝囊费换个床变形吗 你给买了世界主级大孩子的床价 左字右字浪费了十个床价 最后你也换了这么贵的床价 你才舍得换吗 然后本床就被绳出来 是由床王称号的海思腾 基本款就有价百万 最高规格则是1700万 难怪让小飞如此心心念念 扛也得扛回来 你就躺下吧 王小飞今天要从北京出发去台湾 应该是床垫搞回来 20万的床垫 四年一次的世界杯 都没压过王小飞的风头 中国狗仔跟台湾狗仔 一边在北京机场直播 一边在桃园机场直播 大S等他付电费 拒军业等他搬床垫 网友等他发微博 结果全都等了个寂寞 据悉是王小飞签证出了问题 所以无法登机 他昨天就说今天要来 那就我对他的认识 他当放养的小孩 几率比较大 张来来的几率高吗 张来来那么干嘛 就现场直播 看我怎么揍他们 先把他们打趴下 打谁啊 很多人 这边应该都有被打的 我还告诉他们 我几点飞机 你可不知道他们那个媒体 他们天生就是表演艺术家 他们不是强撑短靠地跟着吗 你看我七号铁 就一根叫点 看我怎么抡他们 一个月就结婚 你信吗 你信吗 当然是他先绿的呀 宝贝 怎么给那个台湾那小哥 怎么给他递材料 怎么给他钱 怎么买黑粉 你好好搜索吧 你妈根本就是听你在造谣 在抹黑这一切吧 你直播要留情也不是这个样子 你要直播留情跟我讲 我帮你撑起来啊 其实我真的不想再干这个局 但是张来真的太过分 你有什么证据 你拿出一点证据 我觉得人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把他直线炮火先放一边 交换主力 依旧对准徐家 22号他接着发出了两千字 发文反击 我一直都忍着 对外都夸他好 但内心如刀割 他呀就是在婚姻关系 还载夫载称重 去抓了另一个韩国父母 要装作纯洁圣女 在离婚程序还没完成前 就迫不及待结婚了 我的傻儿子到现在还相信是真爱 这也是我最不能原谅的一点 在去年的十一月的时候 其实应该 汪小飞就要主动 发料出来说 他因为大爱心的婚姻不忠贞 所以他选择离婚 但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件事情 倒是你汪小飞 在六月的时候就能拍到这些画面 我一定会把它全部放出来 我是一个心 我心里想做怎么说的人 你别在这装了 汪小飞对你什么样 你对我好意外 你心里情怒 这个绝对是要他命来的 这小的 这小的 这小的是最坏的 老的更坏 他们三人绝对上辈的是冤家 尤其是属家 我是一个忠厚老 我是乐人 汪小飞更忠厚老实 你们从结婚那天 我就看出来了 你们再利用汪小飞 扎干了 你们一脚停软 我是一个心 我心里想做怎么说的人 你再别在这装了 汪小飞对你什么样 你对我好一万倍 你心里清楚 对大事什么样 头心窝 都给了他 你们太损了 太坏了 你们知道有因我报应吗 懂啊 懂这个道理吗你 你把你女儿太逼死了 你们天天在媒体上羞辱啊 不给他留半点面子 我也开始想忍 现在我真不想忍了 我儿子身体都完蛋了 你知道吗 都被你们害的 别演戏了 别让我把这些事情都戳穿 对吧 如果你们再逼我 我就真的戳穿了 我不顾王小飞 他天天拦着我 他总是给大孩子留希望 门都没有了 不可能的 你们太狠了 如果我们在刚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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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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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